台北市長柯文哲剛上任時 曾支持北宜直鐵最短路線 也就是從南港穿越翡翠水庫集水區 直達宜然投誠 但日前因蘇迪勒強風豪雨 讓供應大台北民生用水的南氏溪 原水濁度飆高 水土保持問題再次引起討論 北宜直鐵一開始的態度就很清楚 環保一定要先能夠過關 所以這種科學問題科學解決 不過我現在燃眠自己 要先解決南氏溪的那個桌水問題 除外 上任至今已經拋出 多項交通行政的柯文哲 現在打算比照U-Bike模式 推動公共電動機車租借 計畫將先選定一個行政區試辦 至於費率 充電站等相關細節 目前仍在研議當中 從一個計畫的發想到執行 常常都要一段時間 像這種東西就是 就是交通局當然要去處理 因為一開始在想說 當年U-Bike也是 從一個地區先開始試辦 所以如果要做什麼U摩托塞口 大概應該會用U-Bike 以前成功的經驗去設計 強調電動機車將比照一般機車行車規定 除了要有駕照安全帽之外 還必須18歲以上才能租借 但光是不記名悠遊卡 如何進行身份認證 就是一大難題 明年初新政策能否如期上入 恐怕還有變數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由翔廷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東極